有发展商提出计划在中半岛红木城新建一栋28层楼高的长者住房大楼 关注湾区新开发项目的机构SF Inby报道指出 位于Polo Alto的发展商R&M Properties 引用加州330法案提交一项新建住房的初步计划 将在中半岛红木城Broadway 1800号新建一个28层楼的长者住房大楼 该法案将住宅容量增加了63个单位并简化审批流程 这栋大楼选址就在Kaiser Permanente医疗院区对面 预计高度超过300英尺 如果建成将是红木城最高的建筑 也是Samateau县第二高的建筑 根据发展商提交的设计 这项计划包含两栋塔楼和7到8层楼的矮楼组合城 最高的高度约310英尺 其中有74万2500平方尺作为住房 2870平方尺作为非居民使用 还有可停放164辆车的停车场 这些住房单位主要用于独立生活 辅助生活和记忆护理 但就没有规划可负担住房 这项计划将拆除三个一层楼高的医疗办公室 和相关的停车场 由三块地皮合并为2.09英亩的计划用地 发展商今年3月提出首个初步申请前表格 需要在10月之前正式提交计划申请